大家好,这里是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我是导览颜慧轩 这个是Art in 92nd 2004年,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由喜西勇先生所画的《不能再种菜了》 喜先生是用写实的画法 以波东巴西一带的菜农为主角 描绘了新加坡的变迁 整幅画充满着大地自然的色彩 及热带田园风光 画中的老农夫左手拿菜 右手指着后方向弯下腰的男孩说话 师父在说,不能再种菜了 他们的眼处有刚建好的高楼 产泥车及建筑工人等 这话让我想起了祖母 祖母一家本来住在市区 为了躲避日军 搬到了偏僻的乡村 荒芜之地 在祖母努力的开垦下 不只自给自足 还养大了几个孩子 政府真用这块土地时 她不知流下了多少的眼泪 看着这幅画 就像看到当年祖母带着不舍与无奈 离开那住了三十多年的家园 祖母以先辈们的刻苦 以奉献精神 值得我们敬佩以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